热腾腾的白饭提供每个人所需要的动力 煮饭的厂商为了避免运送食腐坏 添加了鲜保力 到底吃下这些含有化学物质的白饭 身体会怎么样反应呢 白饭里的添加物鲜保力 主要成分是反丁锡二酸的盐类 其实人类在晒太阳时就会产生反丁锡二酸 是的 就是体育科结束之后 教室内弥漫的那股酸味 因为反丁锡二酸能使米饭成为酸性 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就比较不会滋生细菌 而鲜保力能让米饭饱水 加热之后保持Q弹的口感 它在我国的规范当中属于调味剂 并不是放腐剂 我们的消化系统像是一间精密的工厂 吃一口含有添加物的米饭 首先在口箱内嚼碎 口水当中的淀粉酶 会将白米分解成葡萄糖组成的糊状物质 通过石刀进到胃里 跟胃酸混合之后 送进小肠 在肠道里 胰脏会补充淀粉酶 持续将淀粉分解成葡萄糖 葡萄糖会透过血液 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 成为活动的能量 就在这个时候 肝脏就会发挥作用 由于肝脏的主要功能是分解毒素 它分泌的胆盐 能将鲜保力的化学成分 转化成人类不会吸收的水溶性毒素 储存在胆囊当中 转成胆汁 徘徊肠道 米饭的残渣跟胆汁进到大肠之后 水分被身体吸收 剩下的残渣跟不被人体吸收的物质 就会随着粪便排出 鲜保力也就跑出来了 根据统计 一个人每年会摄取超过 6公斤的化学物质 包括防腐剂 添加物 农药残留等等 一般人只要一天摄取2000cc的水 保持有适当的睡眠 运动 健康的人体就能把这些化学物质代谢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消化系统没办法正常运作 化学物质就可能累积在体内 孩子在学校吃的营养午餐 平均一天只有20元的餐费 苦于经费短缺 厂商加进添加物 来解决大量烹煮跟运送的难处 营养午餐是否真的能营养健康 需要更全面的建构 合适的配送烹煮 以及预算的补助 遢养 与呢 握入 屏养 下